好 看過最多婚禮的就是Vivi 那Vivi 這個婚禮上有一些狀況 是你很怕遇到的 對 我先講一下 這是網友整理的 可以先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來分享一下 我自己最害怕的 網友整理其實有十點 然後就像什麼忘記帶棚花 然後亂錄的親友 這亂錄親友真的 因為親友的時候過於熱情 就會變成一個 你說Kitty嗎 不會 他是負責控管的 因為親友先過於熱情的人 他其實會一直擋到攝影師的畫面 所以我們還蠻多心會說什麼 拿到照片 看到裡面都是誰的頭什麼畫面 對 所以亂錄親友蠻可怕的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天兵主持人 然後還是喜餅 菜色等等的部分 攝影師 然後這裡面 實相裡面 我自己覺得我最最恐怖的 來 我把另外一個 好 第一 忘記帶棚花 對 好 還有戒指 忘記帶棚花怎麼辦 忘記帶棚花 大部分的狀態 我們會先看一下 來不來得及回去拿 來不及呢 來不及我們會現場 直接用 手綁花 花椰菜 現場用 花椰菜 有梗 有梗 就會現場直接用飯店的 他們的花材 然後現場直接包一個棚花這樣子 對 好 亂錄的群女 我剛剛有講了 對 遇到天兵主持人 是怎麼樣叫天兵 天兵主持人就是有些主持人 他會念錯新人名字 搞錯流程等等的部分這樣子 新人可能注意什麼 他沒有注意到 比較少一根筋的 對 喜餅當天才配送 有些是喜餅當天給啊 就婚禮完 他們順便來帶走 他的當天 其實我們就要看說 他是婚 大部分都一定要在婚禮前 可是有時候喜餅車 他不一定會那麼準時 有的時候是到 快要送客他才送到 所以心情就會被搞得很緊張 對 菜色不優又吃不飽 對 這是長輩最在乎的 對 不優 這個也比較常見 又吃不飽 現在還吃不飽 對 哪一家 不能講出來 好生氣 五星級的嗎 有一些是五星級的 但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比較主觀 對 對 祭祝 我會說 如果怕人吃不飽 祭祝滷肉飯 一個人兩碗 婚禮 婚色攝影風格 不符胃口 這個有可能 對 因為對美的認定 都不一樣 不一樣 再來是 忘記帶禮服 我夭壽了 這個真的 我之前還 因為他的狀態就是說 新娘有時候迎娶 迎娶完會回南方家 對 那你一開始化妝 是在女房的家裡 所以走的時候很開心的走了 可是東西都該上車都上車 但沒有注意到禮服那一袋 是沒有上男房家的 所以就變成是說 你可能到現場的時候 心命老師在找 才會發現說那一袋禮服 你有沒有看過 女性有那種身體彩繪 目前沒有 你沒有看過嗎 沒有 我是說如果忘了帶 那就用畫 心力很忙 現場有一個很會畫的人 這很難 很難 好 貴重物品無故消失 我跟你講這有可能 對 裡面其實蠻多那種 對 金氏或是婚禁 對 然後有的是禮金 新密換裝 新密換裝法造型太久 對 這個 這個就是我等一下要來跟大家分享 好 場地設備或人員不給力 這個好恐怖 沒錯 對 因為有些時候 有些場地看起來很漂亮 對 可是其他硬體是不行 或者是說他的服務人員不夠專業 那新人開始在訂場地的時候 他不一定會知道這麼細 因為都沒有經驗 你也不會問那麼細 等到如果你當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比方說什麼麥克風 怎麼突然沒有聲音 然後畫面一直出不來 對 然後或者是人員 就是找服務生一直找不到 那像這個什麼新密換裝 對 還有換法造型太久 為什麼換裝會太久 因為我們通常 因為婚禮的時間是有限的 對 那我們就會把它分 就是每一個 比方說新密攝影師 跟我們企劃的主持活動的部分 我們都有固定的一個時間 你不能超過太多 那新密通常大部分給他的時間 抽差不多二十到二十五分鐘 是基本的 頂多到三十分鐘 我們覺得就算極限了 對 那很多新密老師常常會畫超過三十分鐘 那他超過的話 其實你後面的時間就會變很壓縮 那我遇到這個新密 是我覺得最誇張的 就是我們一到現場的時候 要做第一件事情是先彩排 那我一去的時候 因為那個新密老師在網路上 是非常有名 所以新娘訂到他 就會把他視為偶像女神這樣子 他講話就會 就是都一定要 全盤照收 對 然後我們去了說 要不要先彩排 然後新密就這樣子 他就看著鏡子都不看我 因為他自己 他是很紅的那種新密老師 他就這樣 他就說 你們一個禮拜前不是才彩排過嗎 為什麼今天還要彩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一個禮拜前 才是沒有穿白紗 我們可能穿白紗再走一次 然後交手也再教一下爸 然後新密老師就看著新娘 從鏡子裡面看新娘說 我覺得我們妝髮為主 彩排應該不用吧 然後新娘就很委屈地看著我說 Villy 那我們不彩排了 我說好 沒關係 那我等一下再教你進場注意一下 你就安心化妝 那時候是十一點二十分 結果我就整個進來看的時候 他都還一直在畫 然後我就簡單地跟他講一下 進場的部分 等到十二點四十分 爸媽就覺得說 欸 差不多該進場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趕快就是請大家做好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覺得十二點四十分 其實差不多 就請大家做好 然後爸媽就開始整對這樣 然後我就請我注意說 你進去看一下新娘老師 還要多久 他從十二點二十一點二十分 開始畫嘛 結果那個我的助理出來 就跟我說 Vivi他居然還要再十分鐘 我說已經十一點 十二點四十分 他不是已經畫了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 還要再十分鐘 他說對 他還要再十分鐘 我說好 那就再給他十分鐘 我這十分鐘就來整對 因為他的臉有足球長那麼大 沒有 那新娘超美的 結果他就畫十分鐘後 我就說可以了 時間到了 進去幫我帶新娘出來 結果我們助理們跟飯店 小玩家就進去新娘房的時候 發現新娘不見了 他不是十分鐘前還在這嗎 怎麼不見了 然後我就說攝影師呢 攝影師呢 攝影師在哪裡 然後攝影師就跟我一樣在門口 說我們在這啊 說那新娘到底去哪裡了 就沒有人跟著他們 我們就很緊張一直找一找 整片樓一直找 然後爸媽一直在門口說 到底要不要進去了 現在已經幾點了 賓客等不及 然後我們就一直找找 好不容易找到 在飯店的一個很漂亮的角落 原來這個新密老師 帶著這個新娘 自己帶著他在旁邊 拍他的作品照 因為他換好新娘的造型 他就要選到很漂亮的角度光線 這太過分 對 然後全場賓客 那時候桌數還滿多 很像有四五十桌 全部的人都要等這個新密老師 拍好照片把新娘帶回來 到門口我們才可以進場 對 所以像這個對我來說 就是不管他再有名 我都覺得太雷 因為我覺得有點太自私 對啊 這個婚禮有時候很特別 就是說比方說這個新郎的媽媽 他後面是算打 打雞 好 他也穿幾個套衣 對 沒錯 我看過他也去換三個 是 對 連續三號 還有表演 還有表演 換很漂亮還上去表演 不是 他是未來的打雞了 對 他也去表演 對 他表演什麼 現場跳舞啊 唱歌什麼 對 他好像都是有玩社團的 長輩就很多 把他的社團帶來了 對 去跳個土豐舞啊 那也是什麼舞啊這樣 就是一起覺得說一個表演 活動送給新人啊 對 我想說靠腰 新娘去換衣服 他也去換衣服 他換衣服 那也換衣服 而且是穿迷服喔 流流流流 遇到很多這種 你覺得他的心態是什麼 就是剛好一個場合啦 長輩想說很久沒穿漂亮衣服 那他們就是找的時候都會找 真的比新娘還要太漂亮 真的不行 媽媽真的不行 媽媽比新娘比較漂亮 很多 我去現場看過 真的很多 那個膨裙 真的也是婚紗的膨裙 對 沒錯 我們就是之前有個新娘 他就直接跟我說 當天我先給你們一個心理建設 我說怎麼 他說 當天我媽媽穿得跟新娘一樣 你千萬不要找不到我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 我認錯人 他說 我媽媽陪我去挑衣服的時候 他自己也幫我自己挑了一件白衣 長裙板 也太誇張 所以當天我真的會一直找錯 因為媽媽也身材保持得好 他也長 他也白色的 他也白色 然後有裙板 有拖地的 而且也換三套 還有禁酒 那個最後那個有沒有 送扣的時候也有 他造型 他沒有白衣 但是他也是就是很像新娘 你剛剛講 比方說十二點四十 還沒進場 對 我說一下 台灣的婚禮都被打算 真的 最多的你突到幾點 一個多小時我就真的要瘋掉了 幾點還沒開飯 我到八點耶 八點 對 你到幾點 我也是差不多八點 八點就很誇張了 標準大部分都是六點開始 對 所以它導致很多民眾就知道 台灣的這個婚禮都會習慣地拖 所以大家都會往七點 七點半才到 對不對 都寫六點半入席 對不對 對 然後八點還沒開飯 對 然後婚禮搞到晚上十一點 還沒結束 有 我吃過最晚的是九點 九點才開飯 因為主要是我們媒體同業 那因為剛好那天發生大事 比如說就是那個 那時候阿扁的那個槍擊 他那天結婚 你說他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很多人都沒辦法來了 沒辦法來 空 那個是幸運 因為永遠都會記得 結婚紀念 永遠都會記得 來 先休息 請往下